肉品的標示政策在1月1號正式上路 市長林志堅在第一天就到竹聯市場視察 為市民實然把關落實肉品產地標示的工作 商家、店家一定要做好三藥 要自我管理、要產地標示 要做好相關的工作 我們的消費者要三步 標示不清楚的不要買 沒有做標示的也當然不要買 沒有落實產地標示這樣的一個工作的 我們也不要買 所以我想這個三藥和三步 如果大家不管是我們的商家 或者是消費者都能夠落實的話 那我相信這個新智之後 很快的時間 對於我們的所有的消費者來說 可以選購你自己想要的 而且是安全的肉品 新竹市衛生局透過追蹤追溯系統列車 掌握新竹市輸入肉品業者三家 加工廠61家透過機查業者產品來源和流向 讓民眾採買的安心吃的放心 產地這個標示我們現在就是做出來 然後讓所有的民眾 他能夠吃的安心買的放心這樣 這個豬他是有身分證的 你可以只要QR Code上去去搜尋 他就直接可以找到這頭豬 他是在哪裡養的 哪裡長大的 然後哪裡宰殺的 你會出示什麼樣的東西讓他們 這邊 這邊都有文件 所有的文件都在這邊 對 客人 然後我也有標示中文 然後因為這個英文都專有名詞 所以都有幫客人標註中文 他就可以看或是拍照 對 還有很詳細的文件 衛生局也表示食品業者要在營業場所的明顯地方 菜單或是產品的外包裝上 如實地標示豬肉可食部位 原料原廠地來提供消費者便室 我們現在都是一定吃那個溫體豬啊 而且一定要認名是那個台灣豬啊 要不然的話 你說一些加工的肉製品 像說香腸啊 對不對 貢丸啊 或者是說甚至於外面你去那個店家吃到水餃啊 那種只要你不是看到是 整個新鮮的肉的我們都不敢吃 常發處長張立可也表示 新竹市福島12處的公有零售市場 以及夜市市集有販售豬肉或是肉品攤商 共有278攤 目前傳統市場已經全面的完成產地的標示 來保障民眾使得安全 開播慶祝萬事聯採訪報導